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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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0 Display Card就是 基本配置就是i9-9900K Display Card就是一张RTX2080 Super RAM方面是32GB 即是四条8GB RAM 如果自己组织的价钱 这个贵 还有一个2TB的M.2 SSD 当然价钱不太贵 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 跑的Fight SIM是否好了呢 其实我们跑出来的分数 开4K是顺利的 30FM 继续在30FM 但是未知为何上不了60FM 我们那个显示卡的输出 是设定了4K 可以去到现在电视画面 那我们今天就用 上次我们就用了一个Samsung的 8K电视 但是其实我们上次的设定 就未翻通得好 因为就算我们用了一个Notebook的HDMI输出 其实Notebook的HDMI输出就有限制的 那么就去到4K 30FM左右 还有那个HDMI 我们那一刻直播那一刻 我们没有开到那个HDMI 因为Notebook有些限制 就是没办法是一个 总之就是你输出的时候 其实直播的时候呢 有一段时间是走了1080FM的 所以就 还有我们那一天呢 大家会看到我们用一个相机去拍着电视画面 所以就未必见到一个很漂亮的设定 但是今天呢 我们可以去到那个画面的设定 大家去看看吧 是的 去回到 我也是准备按一下机后 我猜大家都是想 我差点按一下就这样 四年了 要点到今晚场 Resume OKOK 是的 那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呢 那其实我们今早上呢 我们就说 其实这个游戏有一个实时天气系统的 那我就会根据一些现实有的天气 去转回 整回这个游戏给你的 那今早上呢 就因为有几个地方有打风 有北韩 又美国 还有台湾是未形成的 就是台湾有一个低气额 就是未是一个风 但是昨天来说呢 直到今早呢 在北韩附近呢 就有一个比较厉害的风 那昨晚就有人说 喂 如果打风 我用即时 即是Live weather 冲进去 可不可以追风呢 所以我们就 用Live weather 这个模式 就在仁川机场 即是在南韩那里起飞 是的 那么就准备向北飞 那就 其实大家会开始见到云雨大的 那我们将时间的timeline 就拉回去 今早 今早 今早4点 4点来 5点钟到吧 现在这个timeline就是5点钟到那个天气 那你见到就比较多风雨的 是的 那我刚刚学习这个飞机 其实都苦练了9个字 是的 那刚刚我们说了一个硬体 那其实 因为上次你见那几位老师 他们就拿了一套 C4的飞行模擬 因为呢 我们见到有很多直播的youtuber 或者我们这些友报 有行家 他们用的都是一些飞行的joystick 就不是好像我们上次 两位阿sir 完整的一套飞行 是一个民航机的一个配置 那我们上次也介绍过 是Logitech的一个飞行的 一个飞行 simulator的套装 那里那么多件加上呢 阿sir说过是大约6000元的 那我们之后都跟Logitech那边查询 那都是差不多6000元的 但是有个试换就是说 原来因为这个游戏出去之后呢 这一系列的飞机操用配件 是大量短货的 是的 短货 所以不如我们来试一次 假如买不到这些配件的情况之下呢 是的 或者你是新手 不舍得用6000元去买这套东西的时候呢 有什么方法可以玩呢 你想想一下 其实砌部机都不便宜了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强调 砌部机都不便宜呢 其实有个主因就是 这部机 这部游戏本身的硬件要求是比较高的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为什么我引擎不上去呢 哈哈哈哈哈哈 有没有按这么大的引擎 可以我们 靠你哦 靠你哦 我按不到哦 哈哈哈哈 继续说啊 我们跟来 副机长帮我看一下猫子 副机长那边有个 你继续说啊 有个猫子帮我看一下 这部游戏本身的硬件需求会比较高一点 其实它观摩也有写 要用RTX2060 为什么 这部游戏呢 我们为什么今次要特地用这个配置呢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 这部游戏有一个麻烦的 第一它图像处理要求较高 所以显示卡自然要好 第二呢 为什么我们要加到32GB RAM呢 是因为这部游戏对RAM的需求比较大 其实我们在平时 我们刚才就不小心 因为可能轻轻地开来看 我发现这部游戏长期都在吃10多GB以上的RAM 那我们亦都在YouTube上面看过一些 或者我们测试的时候都发现 原来 这部游戏16GB RAM和32GB RAM的情况下一起走呢 原来会发现32GB RAM它的写率会比较稳定一些 那拿我们上次举例 上次就拿一部16GB RAM的机去试 即使是可能Notebook的RTX2080会比较稳定一些 2080Super会比较稳定一些 但是在那时候跑 其实我们看到的film rate 它是一直时不时会不够30GB的 那是因为它的RAM的容量不够 所以说有个基本配置就是 建议是要32GB 那显示卡我们也是建议是2060GB的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想追风 但是引擎就开不大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它是一个均速的飞人座 但是它飞不到再高 是的 我只想知道有没有方法飞得再高 你拉高它行不行 我拉高中了 哎呀 上到了 哎呀 有的 你拉高它 它偷東西 上不上到 好啊 好 你继续说吧 你继续说吧 是的 那我们现在就努力追紧这个风格 是的 因为刚才就固定了在777 7750很久了 是的 我怕你小心撞山 前面是山来的 是的 前面是山来的 你一扭一扭吧 它机型 因为这个是噴射机 是的 噴射机所以它的方向其实是比较强 比较慢 比较慢 我们的兼剪里面其实是比较强 是的 我只想知道 那可以帮我按一下飞机里面 我们的副机长 我们的车工有没有 其实应该有很多的缩卡 我们有很多本众在飞在那里面 你不懂得开会就看来炒 因为我们的机器其实真的会给你一些界面 尤其是这些界面其实你扭是真的会 真的会有反应 你扭是这样的 是的 我可以直接按 按到PASS 是的 有没有什么是较高低的 我除了只懂引擎 是不是推浅的 你试试推浅 这个 是的 它自动了 它锁死了 是的 好像它现在自动的 我设定了 自动的 不算 我们先关掉机器 我们关掉机器 先关掉机器 我们的机长还未需要去喝水 你关掉机器 你要去前进那个 我设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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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设定了 你设定了 收我近一点 我們兩個可以輪 現在真的要上網學這個波音747的說明書 那我講一下今天的設定 剛才Roman介紹了電腦那裡 看一個208年Super的輸出 208年Super其實如果在4K HDMI的輸出 最高就可以去到4K60的 那我們找這個遊戲的設定 暫時看到這個設定最高 都是4K的單顯示器的輸出 當然有些人就會試到 如果它是用一個21比9 或者是一個32比9的顯示器可以不可以呢 是可以的 變成你左右就可以看多一些東西 但是正常來說就可以用一個4K的輸出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兩次的直播 我們都選擇電視機去做呢 其實因為其實有很多的毒素呢 你是真的要好像真實的飛機 好像Roman的操作 是看回標板的 如果你是用一個普通的電腦顯示器 可能普遍是說是24吋 27吋這樣 那看標板的時候就未免是太小了 那就未必很清楚或者很容易看到那個毒素 所以呢 我們兩次都用了一個電視機去做一個示範 為什麼要選擇電視機去做呢 我也是推不住 我在Google找到了 怎樣給我開過 Auto Pilot 他就說在這個 to the right of the select 那個標 就是在高度的標的右手邊 就開啟了一個叫74748的頻道 好 等等 等等 不好意思 這個是用文字來不可以改革的 因為這個好像拉出來保險鍵 好像自爆鍵一樣 哈哈哈哈哈哈 我開始在這裏操作困難 我繼續說回那個配置 所以我們就因為要看回那個毒素 我們很多時候就用了電視 其實電視機是不是可以吃到電腦的遊戲畫面的效果是很好呢 其實現在新的4K電視 有很多都有這個game mode 就是遊戲模式的 遊戲模式就對那個電腦 譬如你打機的時候 那個延遲時間的控制就會好了 那原因就是一打機的時候 很多時候電視機那個 Vidual Processor那些插藉啊 或者一些配線的功能都會關掉了 是的 那令到電視那個畫面的反應時間就快了 所以打機來說就不會是太差的 而我們今天我們在用這部電視呢 就是剛剛新出的Sony的X9000H 那這部是一個85吋的4K電視來的 那這部X9000H有些什麼特別呢 其實和今年Samsung或者是LG 他們都各自有一些型號的電視呢 是聲稱支援到這個4K120Hz的 那就是說可以Ready for這個PayStation PayStation PayStation 或者Xbox 或者Xbox 這些接下來會出的4K或者8K的遊戲機 那當然了 如果你要玩到8K解像度的 首先你那部電視要是支援到8K60的一個8K電視 那但是呢 如果你說要用到4K120呢 那現在有好幾部的電視呢 都有這個選擇的了 那你變成買電視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考慮去要不要用這個4K120的功能 那如果你要用4K120的時候 而又真是想用電腦玩PayStation呢 那這個是一個很創新的投資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我講到2080啦 最多都是去到4K60而已 那你是要去到等到9月 就是接下來下個月出的 那張30系列 那張30系列呢 才有機會出到4K120的 就是如果你要在一個最漂亮的畫面裡面玩 那你就換了電視去啦 有4K120的 換了電腦的顯示卡它啦 那就30幾多再看啦 又是未公佈嘛 可能便宜一些的也有啦 哦 我找到一個按鍵啦 哈哈哈哈 那變成了可以在新的平台下面呢 用到這個4K120啦 那所以現在大家看到這個畫面呢 究竟是不是4K呢 其實現在大家在電腦 在你們的畫面上面 看到這個畫面呢 就是1080的 就不是4K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就是 我們那個Video Capture 那個 那個機呢 就是那個Capture 機呢 就是1080 所以就會影響了 整條青出來 都是1080的 但是現在我的畫面有一個機張 我們拉得著一個引擎 但是我們升不高下機的 我不知道是限了高零碟 現在過了那個數 過了7000多之後 就再拉不高下機 是 不要緊的 好 那就趕了電視啦 那如果你想今年玩到這個最靚 那就是4K120啦 那其實今天我們都有夾了一個AVM 那AVM呢 也都是要 如果你要過到4K120啦 那你AVM呢 也都要有這個4K120 或者8K60 才可以通得到的 如果不是呢 你變了一個電腦 或者將來的遊戲機呢 就要直去電視了 那如果你要經過了那個AVM 都過了這個4K120 或者是8K60的呢 那現在我這個就是天龍的 天龍的AVC X6700 那今年其實這個天龍的 我們叫做700系列 就是6700、4700 甚至乎3700、2700 就是最入門那一部也好 這個HDMI板就換了做HDMI 2.1的 那它就基本上呢 就會有一個頭 就可以支援到4K120 或者是8K60 那其他那幾個頭呢 仍然都是4K60而已 所以如果說你有一個裝置 是可以用到這個4K120的話呢 那就可以插進去 寫著8K的那個input 那就可以呢 出到一個電視機呢 去支援到4K120 或者是8K60的了 那這個天龍的擴音機 另外也都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有一部 8K的電視 那如果你是其它sauce 進去的HDMI 就是可能你是在進去4K的影碟 或者是一些set-up box 那它不是8K的嘛 那這個input 本身那個8KHDMI的processor呢 都可以幫你將那個輸出那個 HDMI的畫面解像度呢 由你本來的解像度呢 升級上去 upscale上去8K的 那變成了你又會在 用途使用上面又多了一些方便 那變成你可能將 你那個畫面的質素呢 都會提升了 那這個就算是 最入門講的那部 S2700最basic的那一部 都會有這個功能 那我自己就會覺得 如果便宜的 你是想有一個機 可以upscale到你現在的畫面 萬一你真是換了一部8K電視 你想說你所有sauce 都是8K input進去的呢 那可以考慮 那可以鑽上那個AVM 那在這個接駁上面呢 就會方便一些 好了 可以不可以啊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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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拉後才會幫機加速 對 你選了一個很複雜的操作的飛機 哈哈 因為我們當初的目標就是 我們想飛高一點 可能因為 這部機的操作界面 實在比我們想像中困難 絕對是 畢竟這部真是載人的 我剛才是 你最初選了一部噴射機 但不是大型噴射機 讀Panel那方面的 100%做足的情況之下呢 因為輝心呢 其實如果你有上去Google 找回這個輝心的control 那個sort cut 因為其實如果是電腦上面的sort cut 都有整六頁還是七頁子的 都幾多的 就是每一個掣 每一個掣 可能你control 或者自動 都有不同的意思 那這個控制來講呢 是比較複雜的 尤其是當你去到 你用大型的民航機 我們看到那個設定 其實都有點難控制的 那如果你說你沒有那套joystick呢 就是怎樣去控制飛呢 那有些朋友就會用一些直的 那些好像戰鬥機用那一隻 那些好像戰鬥機用那一隻 那一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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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隻操控桿呢 那個操控桿呢 就 不是所有機型都像 我自己試過 因為有些 比如用操控桿那些飛機呢 那其實就 是比較難控制的 比較難控制的 但是如果你是玩戰機遊戲那些 那些 Dot Fight那些呢 就會比較接近一些 那反而我們發現呢 就是 如果你家裡是 就是好像在阿羅文手上 有一個Xbox的手掣 那其實你可以用Xbox的手掣 插一個USB線呢 那你基本上不用裝任何東西 都可以 暢游 用到部分的畫面的 那怎樣用呢 其實這個Xbox的手掣呢 這個掣呢 這個掣呢 等於Logic的那一套 那幾個掣 比如這個 下面這個 這個 RT和LT的掣呢 就等於Logic的那個掣 是的 是的 那它兩個的Jot Dial呢 就已經是 一個是轉方向 一個就是轉視點 那你其實 這裡已經是代替了你寄很多 組的Sort Cut的了 那比較方便 還有我相信Xbox的手掣 可能家裡很多 很多人家裡都有一個Xbox手掣在那裡 就是可能之前有一個Xbox 是的 那變成你可以用一個Xbox手掣 去做大部分的操作 是的 但是操作上面真的要很小心 和很細緻 因為 剛才我們試了 譬如 升高啊 降低啊 那樣 就是如果平時我們打Xbox打機呢 一下就會拉盡那個 Antalogue的手掣 那你的手掣呢 那你的手掣呢 就會很快 搓上啊搓下啊 跟著就會失速就會跌 是的 要試一下我們轉換一架機 那我覺得開始 那我們就可以用一些比較 慢慢勢勢力去適應那個 實際的操作 實際的操作 即這架機你當我 可能我這樣駕駛了 即是你平時駕飛機 不應該是 好像我們踩車 一定要坐隊員 是慢慢拉的 所以就算用一架冬菇也好 你是要慢慢動慢慢動 就不要說好像平時打機 那樣 塞車驚我們也是 一天扭盡去的 但是其實你不可能 真實的情況 你不可能一天扭盡去 我們這次轉押什麼機器呢 你簡單一點 好像這些雙螺旋掌這些 中間那些 它寫飛到三萬 我們飛到 試一下這隻 好像中間那隻三萬五 中間那隻 剛才試過 我不懂操作 好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有一個XBOX的控制器 不妨我來玩這個輝線 即是作為我們入門版的操控的體驗 但是大家記住 實際的操作 其實有一部份都是需要用鍵盤去做的 是的 都幾多要用的 所以我們剛才 為什麼要兩個人 阿羅負責拿貓子 我負責去做一些 是的 因為貓子其實都很長 還有就是就算有貓子都好 你最好就是 真是在那個fight training那裡 上回差不多的中數的課 就是學回去 比如可能是基本的操作 開機之前的check list 怎樣起飛 降落 就是有這些基本的操作 還有最好就是做一些noots 譬如說原來它教了你哪個掣 或者哪一個動作 或者起飛前要做哪些process的 那你就記下 原來要做1 2 3這樣 如果不是就會變成 剛才那些山樓機師 就只會起飛 是的 有上不落 然後上去又忘記收機 或者大部份的飛機都不懂那個panel 是的 因為那個fight training是重要的 因為其實你不同的機型 在這個操作上面是有少許分別的 甚至乎你去到民航機那個操作的分別就更加大 就是拿這架 這架是你見的 簡單很多 是的 簡單很多 是的 所以就在衝作上面 根據那個fight training去學一下 學一下究竟怎樣去起飛 那些掣要按 當然有幾個很基本的 比如高度 速度 這些你要知道 方向你要知道 或者你連飛去哪個方向都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去了哪裡 懂得看地圖 這些很基本的東西 但是除此之外 每部機可以對應的速度 每部機可以對應的高度 那些都不一樣的時候 其實fight training是很有用的 就是對於一個新手來說 雖然我也知道 一開始由A機場去B機場 看風景是很吸引的 但是你不經過這個trainning的時候 你在跑道上面磨很久 都不知道機器怎麼起的 那這件事就 那現在是29了 那我看不過我試不到 現在為什麼要轉彎呢 原來是要飛到一陣子 去到出道救某個位置 去到某個位置 還有你和那個機場的距離 有回到那一陣子 到了那個安全 就是你會聽到那個控制塔 跟你講的對話 告訴你你現在可以飛了 你可以跟回你的控制權 那你才可以自己去自由去飛 就是他剛才的例子 你見他有特地跟他說 你們可以飛了 那才跟他說的 但是我相信 大家可能一開始 會聽習慣這些訊號 可能是因為 你可能很集中的看計 你可能很集中的 什麼 你可能就會沒有留意 為什麼飛機飛不高 為什麼一架 會這樣 這些就是一開始要玩的 就是不要以為 他跟你講的那些東西 純粹是生意的效果 是真東西來的 就是它類似的地方是 100%是做足了一架飛機 不會 暫時見到 好像有一個 如果是國際機場 就會有字的 他想要問有一個實體圖 可以你看 有的 有報幕機的 如果是國際機場 但是小機場 他假設你小機場 沒有那個系統 就沒有的 是的 是的 現在中間發出來 這些 系統給你的指示 這個就不是非人指示 來的 那我現在就再次挑戰一下 可以飛到幾個 因為上次直播的時候 那幾位 機師 他們是很集中地 和他們很適應地 坐在機艙裡面去看景觀 所以上次就有觀眾問我們 不如轉個角度去外面 這樣看 這樣看風景 但是那幾個老師就很 慣常 他們的練習環境 他們沒有想著要轉 原因就是我正在飛的時候 我當然是在機艙裡的 我沒有可能會轉出去的 但是他們沒有想過 其實我們是想看風景 當我看他飛 我們只能在那個窗口仔裡 是的 是的 那天有很多觀眾 在我們Facebook裡 那天有很多觀眾 就是我們可能會這樣 就是我們可能會這樣 是的 上次就是這樣 一路飛了一個小時都是這樣 可能大家還沒有看得過癮 我們這次都看得過癮 是的 這個就是很真實 你會看到你現在整個復數 當然我明白的 你正式在那個機艙裡面 就是這樣的環境 但是我們玩 尤其是大家在YouTube上面看到 華麗的場景都是在外面的 可能是用show case 就是 show case 就更加誇張 如果你是同一個場景 有其它機 就直接 你可以組隊 是的 是的 那小機來說 如果你是用小機 好像這些小機 你用XMOD那個控制器 那個靈敏度是高很多的 就是你可能一搓上搓下 那飛機就會有反應 那如果你是用 剛才那個噴射機 噴射機 噴射機是不會有的 可能你拉完之後 它會 那一陣才有 或者一個 四、五秒 或者更長時間才有反應的 但是你又不要想著 咦沒有反應我 我會推多一點 這樣 到它有反應你想修正的時候 就會over了 它太遲了 所以就算它沒有反應也好 你都是要慢慢慢慢推 不要一次 像平時那樣 你有沒有看這壓 飛快多少 飛高速度快多少 但是它開始 但是你現在很好天啊 你有沒有認識到那個天氣 是啊 你現在很好天啊 那觀眾呢 我剛才說了 它說這個機器那裡是受這個不公平的限制 不可以一差 一同衝 明天才可以受到 就是你還沒去到 還沒夠遠 因為我們本身真的是熟 APC不太盡力給我 尤其是你的民航機是不會給你亂來的 可能剛才那隻愛戀天氣啊 或者每天都做了 我看你那個民航機 有幾百條命在你手上 哈哈哈哈 那你這些個人的 你自己一條命 你自己控制 那這架應該 卡到 那個力應該不夠 上來那麼高 是啊 問題是 問題是你現在很好天啊 或者空位限制 是啊 不對的 輝仙為什麼比較大食呢 其實你看它那個地圖 那個景 就是很細節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一個 我想在一個山景 就是郊區 郊區的地方 但是你去到一些大城市 我們試一下推低一點 很細節 有朋友說 就是說 其實香港相對 就是相對其他的機場的 的地圖 那個細緻度 反而香港都還沒算是很漂亮 如果你去看美國一些城市的地圖 就是可能他們 GET的數據更加多的時候 你的地圖是更加精細和長真 香港其實都OK的 尤其是我們好像上次試過 比如在套路港啊 你會看到套路港公路上面那些燈光啊 那些車啊 但是去到那些大廈的時候呢 其實就有一點點失真的 那些Tatcher不是說跟得那麼真實 那麼足 那些地圖啊 還有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外國人做地圖 覺得香港很多樓呢 比如公屋那樣呢 那個樓型都是賭帽的 所以你就看到他那個地圖呢 那些Tatcher呢 是一座公屋貼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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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很多座出來的 就不是說真實得那麼厲害 但是如果你看外國的情況呢 就很多時候就會做得很精細 我反而 如果你不 你如果走來走去 我想回到那個市場那裡 這個我們這次又追不到風 不好意思 可能我們真的 學習的時間 不過我想像中 是啊 上次有人問的 買三個版本這樣 那買哪個好呢 其實呢 買三個版本不是重點 你買便宜的那個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出回去 是啊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這次最值得要說的 那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算你買最便宜的那個好 就算你買最貴的那個好 未來的十年你都是要課金的 好了 大家看到那個畫面呢 一個機場呢 那個價格呢 是由幾十元到百多元不等 一個機場 但是飛機呢 都更加貴 是啊 買一架飛機二百多元 你想想我買一個Premium Deluxe 說整個遊戲只有七百多元而已 但是你現在是買一架飛機二百多元 一個機場百多元 這個課金呢 這個才是我覺得是無底心譚 真正的DLC地獄 是的 真的是無底心譚 這個 所以有些人說 將來他 譬如他再追加 現在又怎樣移動 是不是更多一個 不是的 再那個是Option 是Option 是的 即是暫時現在你都見他 是的 即是如果他將來再追加飛機 或者再追加不同的地圖都好 只有剛才那隻 是的 他現在給錢買就加了一隻 是的 因為他說未來 Q3 就會有直升機 滑翔機 這些 是的 你會想到其實他 即是當我現在要買齊這些 其實每一隻遊戲都千世 是的 即是你不要打算770元買斷了 Premium Deluxe 是OK 後面也是有很多很精彩的 收費的項目在後面 剛才買的Premium Delux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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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62元 這個就是那個Handmade地圖 即是你可以做得更加細細的 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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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將這個地圖資料 放在你那個Premium Deluxe 但到底有沒有可能是可以 這些不當面的 怕什麼 就是買了一個地圖幾十人用的 但是到底有沒有一些技術可以避過 這個 但是我想這些可不可以Mod 即是我們Mod 可以的 可以有Fert Party Mod 是的 即是或者有可能會不會 有的 其實已經找到上面有Fert Party Mod 的擺放 即到最後大家就會是玩Mod 這樣就會令到Google Market 就是這個 因為這個 即是你以上一代Fert Party Mod 即是玩十年那個經驗 其實它的potential是很大的 即是可以放很多不同的東西 下一些 下一些 大概那裡上面有兩點 大概那裡上面有兩點 有很多的機器 都陸續翻新 不是 左手邊 左手邊 是的 是的 VHHH 是的 這個三個 是的 我們先飛去 飛去 先飛去 我們先飛去 是的 你記得 你選擇日後 你現在不是黑漆漆漆的 你近一點 這裡看哪 各地 ICC 是的 你撞去ICC 好 選擇日後 選擇日後 機器我們不要那麼大格 是的 好 我們飛回熟一點的景 可能給大家貼地看街景 可能會舒服一點 一些 如果大家想看一些 可能我剛才說過 那個規格是這樣 如果選擇低一點的規格 會怎樣 其實我們有一些片 是找到的 是的 我們現在播放 這個 給大家最想看的 我們跳一跳 有一個是 1060 TX1060 是1060 加i3 多少代 現在開始的 是 多人的 就是i3 加1060 是 可能幾千元的電腦 控制 是 有什麼後果 就是這樣 這個好 1440p 其實都不是1050 是100 100 可以飛一飛 可以大家看一看 那條片 那條片 都 它現在那個畫質是什麼 就是 是 這個就是網上人家玩的 Caption 我畫面 現在 是 是 現在是 沒關係 出回來 是 另一條 是的 這個畫面是 有些 疾 有些起隔 有些鋸齒 有些鋸齒 22FPS 22FPS 是 其實我會看到浮動值 一來就高 二來就 延遲會比較嚴重 現在我們都 30幾 CPU 已經飛了 已經飛了 是 你可以轉 是 是的 你出來 停一停 好 其實是很真實的 你看現在 譬如前面有螺旋掌的時候 你會看到螺旋掌那些型的 下面是大家熟少少的香港 是的 現在大家在九龍 土瓜環 上空 是的 先撕低一點 慢慢下去 是的 我試試飛回去 我自己覺得 如果在香港的市區 那些地標比較多 其實都收貨了 我覺得香港的那個畫質 現在的飛人是什麽方向 你現在向東南飛 我看見了 我試試要飛回 我想撕低一點 我上一個 我上一個屯門之子 我要試試回到那個屯門 所以我們有時候手掌加鍵盜 加按鈕 其實你都覺得可能的操作都是未夠 沒有 其實最理想的就是背了所有的鎖卡 對於一個新手來講 那數十個鎖卡就是不容易背 或者你有些飛行概念 我拉不到這個 好像上一次那兩個 阿sir都不用怎樣背縮卡 即是他都已經搞得怎樣 知道按哪個按鈕 我看看我有什麽落寶 我想撕低一點 我想撕低一點 不是 你拉到那個傾斜 你開始過了 當年來了 你應該炒了的了 你再不來了 不如想看看機後會不會找到你 轉不轉到彎 轉彎算吧 他有沒有轉彎的感覺 沒有 他說叫你轉彎去轉彎 轉彎 叫你轉彎去轉彎 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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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放下力 先放下力 放下力 我不知怎麽把力量放下 是不是要卡住 阿sir 因為我拉完之後他都沒有說過 不知道 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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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 好像打電話問功課 還是要先飛一段時間 應該是有方法跌的 要求救 求救 我知道 我知道他在這裏 所以我求救 阿sir在這裏 我知道他在這裏 所以我問他 因為我們上次就請了一個嘉賓上來 現在嘉賓就在車廂那裏救我們 我們無牌飛行 我們無牌飛行 我們無牌飛行員 試下機 想到 嘩 嘩 是不是這樣爛 嘩 你已經飛了東龍島 好像降到 好像降到 我穿了自動機 你穿了自動機 你穿了自動機 你穿了自動機很久 反過來 那你已經開過遊戲 不關我的事 那哪裏生自動機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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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來這裏 是 我轉不到彎 他不聽我就知道第一個了 你現在很明顯 我看看他有什麼細 先 我知道了 但我們要怎樣 重複 又重複不用了 你找不到一個機器 也不用了 原來是 你第一次在這個空中 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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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走了嗎 還會挫敗 你不可以這樣的 因為我們一直拉高 是不是被我們擴充 不是 那就是 A控制 Air傳統 因為剛才我程度上是完全控制完電腦機的 所以我估計是不是我們一直在白癡按手掣 但其實是自動機器的 好 我們試完這次吧 時間關係 好 繼續 怎樣 那個是控制Z 可以嗎 我按了它了 轉不轉到彎呢 還沒轉到 按下機器去看 我 USB 是因為我拉低了那支掣 不好意思 進到機器的操作是比較 我按下機器去看 不知道我的棍子扭不扭到 我的棍子扭不扭到 我的棍子扭不扭到 我先想拋一下 我先看回 看回 它沒有什麼掣 就是鎖了那個 鎖了那個 鎖了那個 鎖了那個什麼 然後最少令它還原 有些是香港的十字的公屋 但是我轉不下去給大家看 那支掣 就是我們選擇的 Brenda 握到 拉不拭 扭不拭 Ctrl C C for the set 還問我 開錯了NMedia 地圖都按走了 轉彎 按走了 我按了這個 完全沒有這個被我控制的感覺 看看設定會不會 不關你這件事的 不關你這個設定的事的 是的 沒可能的 機器都開過幫我踢直了 否則我真的會很急 林靈是左台 等等我按一下 你先回去讀一下 menu 我先去拍攝 是的 不好意思 可能真的 直接給我上一張藍話 我們來個小總結 我們是不是有另外一條片 是另外一個配置 要是我們播一些配置片給大家看 如果最理想的 剛才那些 1060的那個先看 因為真的操作比較麻煩 要不然我們就找一些 大家都想知道的 正在最高批格下 剛才阿sir就說 按Ctrl Z Cancel 不過我都試過按Ctrl Z 或者按Z 我試過就好像 是的 要不然就播一播片 我先看一看 現在在播這一條是 是的 這個就是 1060 GTS 1060 i39100 F的16GB RAM的控制 是的 大家看到其實它下面 它有沒有寫這個是什麼畫質 它下面那條timeline timeline那裡應該有寫 如果你拉下去 如果你拉下去 現在是HD 是的 現在就是HD 現在是HD 玩到的 但是那個 Firmway只有十幾 Firmway21 平均持續16 平均持續16 但是那些細節 例如海面上面那些細節 我覺得都幾少 但是你會玩不玩到的 是的 還有那個 你會看到某些場景 譬如你的操控的動作 比較大的時候 那個Firmway是會倒閉的 那這個第二個 其實我們自己試都會有這個情況 剛才 只要當我突然間大幅 飛機大幅擺動 那一下的Firmway就會立刻做的 我們都試過做了十幾片 大家看到它現在就轉了畫面 它轉了一個比較細小小的畫面 就是一個雪地景 去到之後 它的Firmway就會找回一點 有30的 可能是因為地圖本身就是一片雪地 什麼都沒有 是的 地圖的質感比較少 其實Norman可以進去 你進去這個Squad Game的畫質設定 有沒有東西可以跟大家說 畫質設定 這個 這個 不夠 我們講一下 現在有什麼要走 如果在望鏢子那裡轉樓 那個V1 是會讓它拍飛的 是的 我們這個剛才都 是的 望過牌 就是當這架飛機企圖轉彎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個Firmway會急降 是的 這個就是硬件差 或者是一些RAM數不夠的情況 真的會出現的情況 是的 就算我們的Config 剛才都會擺動 不影響 直飛 就是如果你一擺動 它所有數字要重新計過 因為它 角度不同了 其實它就是擺動了大家的 V1所見的那些東西 你轉轉後面它要重新計過 除了計你的飛機 你轉了一個角度 你後面那些樓的大廈那些角度都會變 還有那些桿圓都會變 所以它計數計得很厲害 對 對 剛才葉都很問的 這個ISR10 是的 玩到的 玩到的 不過效果就十分之不理想 是的 有些感覺 有點疾和辛苦的 脹增度也沒有那麼高 那我們轉個第二條 第二條就是16GB對32GB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為什麼我們這次的機器一定要選4GB 就是正常的情況 打爆32GB 對 為什麼要特等32GB 這個是我們砌機之前的時候 我上網看了一段這樣的影片 要等待我們現在轉回來 因為畫面有些少許延避 我們可以等回10秒左右 現在我們可以建議是16GB、32GB 是 我們有些少許延避 我們可以等回10秒左右 內支咪 如果在左邊是16GB 右邊是32GB 正常就這樣 沒有什麼大動作的情況之下 這個鏡頭差不多 但是你一見它開始慢慢扭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那個百分比 就寫給大家看 扭的時候它會 開始變得不穩定 在16GB的情況之下 簡單來說就是 因為它的實際 它很難表達給大家看 但是它做出來的結果 就是讓你看到 當它是16GB RAM的情況之下 但是它在某些情況 它畫面的浮動值會比較高 是的 即是它沒有可能會保留在 可能你看到現在是32GB 可能是保留在 21GB 它用了21GB 22GB 掉了22GB 那16GB那個它都保留 差不多14GB 接近15GB 是的 那個水平 即是其實如果你是用16GB RAM 它吃光你的了 整個系統都給它吃光了 是的 那就是一個我們這次 沒有辦法實驗到 就過了最後一條 那就是 我記得之前看過 那些 RAM所以不夠 它會裝得很快 是的 只是只有12GB RAM的話 其實它一旦用不動 就會突然間作得很快 很難 很厲害 所以32GB就會保溫 所以現在大家砌都要砌32GB 對 我們播放了最後一條 最後一條就是它用一個最高的規格去試 那就是一個i9 多少 我記得 i9 i9加2080ti i9那顆是多少 i91090 都10代 最新 最新的10代i9加2080ti 就是最高的規格去考 那它都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設定 其實這些都看一看得很快 那之後就 哇 三十幾片 是的 其實跟我們走出來 差不多 我們都是保持著三十幾片 是的 那它就平均就三十七片 那就 很順 你看到那個駱船長在你前面 動的時候影響了 前面的景觀那些變化 都能夠出現了 那這個駱駛是 其實它現在的畫質是設定了4K的 是的 它駱駛沒有的條件 我們現在給大家看的那個 是設定了4K的畫質前畫是 是的 太陽的HDR的光源 雲層的變化 明顯是可以看到 剛才的i31060 i31060它 它畫質設定了 畫質設定了 除了說起駱駛之外 那個光的效果是沒有了 就是你會看到是Fact的 所有東西是一個光度而已 就是沒有光點暗點 或者光源 但是你現在看到這個 譬如太陽啊 環塵啊 你都會看到一個不同的變化 那些廣告就去到這裡結束了 播到這裡 是的 如果大家真是有心玩揮仙的話 第一個考慮就是 你的電腦硬件 可不可以去到我們這次展示的 或者可以去到現在我們這個設定的畫面 是的 其實你都可以有很多東西設定的 譬如是Full Screen 是剛才這些 是的 現在大家會看到我們的解像度 因為剛才我講過 我們要配合我們的Capture Box 所以現在設定了1920x1080的 最高的了 但如果我只是直接去電視 或者我沒有Capture Box 或者我沒有Capture Box 就可以去到4K 可以去到4K 那Rendering Quality就Ultra 現在還是保持到最漂亮的那隻 設定到Film Race Limbage 是60fps 暫時60fps都可以開的最高的 這樣 那下面那些 譬如你那些 樹呀 玻璃呀 建築物呀 那些details呀 有沒有影子呀 那些 其實是可以設定很足的 是的 你可以逐個設定的 就是當你可能喜歡 飛一些樓比較多的地區 可能拿香港為例 但是你發覺你的電腦的 硬件規格不高 那我就可以壓低一些建築 壓低一些地址 有些人可能他真的要考慮 不可以全部都開完的時候 可能我盡量保持一些建築 但是那些山上那些 那些一棵棵樹我可以不要 因為那些就簡單一點 我就可以減低了那些樹的真實程度 如果不是也可以看回 剛才i3的那條片 你想youtube打Face 5 i3 1060 是的 其實它開波就看過了 給大家看它的setting的配置 是的 如果你說真的不走不盡的 你選擇 我想要一些樓一點的 旁邊的樹算吧 反正都是綠色的 我可以把樹影減少一點的效果 那就去平衡你的表現 當然你很肯定你這部機器夠厲害的 不要理會了 全開了 我們是可以幫記者換樣的 是的 這部機器都耐玩的 即是以入門版四百多元 又或者如果你有Xbox這個 Xbox Game Pass Game Pass Xbox Game Pass 那就可以玩 Xbox Game Pass 好像第一個月是否公開10元 10元一個月 10元一個月 忘記了這個 是吧 10元第一個月的 當然你不是用完一個月去退 你都可能要給一年 但如果你用Game Pass 可以玩這個Fight Sim的Basic版 但我聽聞是否說 Xbox Series 6會有Fight Sim 有沒有聽聞的 沒有聽聞的 希望有 如果有Xbox版 我覺得門檻會比較低 我買的Series 8怎麼都便宜過 可能只是Series 8都便宜過 我買了30元 我們可以給大家看 我剛才開始在練的是什麼 我開始只是練這個Part 1的 我們就想玩了 這個 我們學這個 Tick Off 我都學了起碼 九個字 在直播開始以前 九個字 我一直坐在那裡試 是吧 是 所以這個training 真的有時間的 要學完它 不要說 我一進遊戲 就直接去地圖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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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他就算Basic Control Camera 是吧 Etitel從這些 已經是開始教你 怎樣看一些 飛機的基本資料 是 你不要想著 那些不重要 不是 其實那些才是挺重要的 是吧 鄧 我們今天直播都差不多 是吧 我們做另一個預告 如果熟悉了 就再跟大家飛 或者下次可以 找阿Sir上來 我們再飛 是吧 完之前做完的預告 我們明天下午時間 都會開這個 PS4新出的 這個足球小將 是吧 可能大家有玩開手機版的 是吧 不是那隻叫 隊長小翳 對 那叫什麼 其實 街呢 早幾天已經偷跑了 有PS4 有Switch版 但是我們今天 才正式拿到遊戲 還有因為我們今天的節目 是排了做廢閃 所以都 這個設定 設定了這個設定 所以我們到 明天下午時間 先跟大家再開多次台 玩這隻足球小將 是吧 那服不服 好不好玩 明天才決定 那我們今天開台就 開到這裡 好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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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